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的美它有超然的一面 有直觉的一面 给人有伟大情怀的一面 而西方人却认为越强越好 越是刺激的东西就越是美的 所以中国人身上有很多优点 比较谦虚 自制 西方人的身上也有很多特点 比如夸张 放大 所以中国人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很喜欢低调 西方人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喜欢高调处理 西方人也有很多麻烦 但是总喜欢把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 比如中国人吃饭就很简单 我们用筷子 就是用树枝做餐具 我们吃的时候挺高兴 西方人要用刀 用叉 却要能和它没想生 它有限预约 但是你这么一个餐桌上的文化 你看他们基本上不是用树枝在吃饭 他们只用武器在吃饭 刀 叉 盾牌 所以东西方就是从吃饭的情况下来看 他们用的东西也不一样 中国人喜欢的是蔬菜 是素食 喝的饮料是茶 这可以让人感到和平 清新 西方不一样 西方人的传统食品就是动物脂肪 就是喝的是咖啡 冰 所以中国的民族心理里面有宽容的一面 冷耐的一面 西方人不忍耐 喜欢直话直说 说话很直结 他不是对你不好 他就养成这种习惯 说话非常直结 所以在古代东方文化往往秦大于法 西方人从罗马时代开始就是法不隆秦 所以中国人表达起来感情是含虚的 委婉的 西方人很喜欢直接的来表达他的感情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中国人特别加以注意的一些地方 西方人也有所谓的理性 所谓的理性就是百分之百的用理智形式 所谓理性是什么呢 理性就是要合乎道理 合乎规律 所谓理性也就是指计划性 合理性 另一种理性往往要求去追求一种最大的效益 所以所谓的理性就是完全用世俗的欲望标准来行事 采取的是直线的方式 最直接的方式 最直接的手段 不干任何属于浪费的事情 理性的外言是很广阔的 如不离不经于传统 多项思维 结构性思维等等 西方人有人提出要做一批沉默的战马 也就是说要少说多做 所以理性那个思维里面充满这种功利性 现实性等等的内涵 但是除了理性一面 西方文化里面还有一种浪漫精神 浪漫精神里面代表西方文化的另一个属性 要点是要有激情 有热情 要有迷狂 要疯狂 还要有孩子气 要有灵感 要有磁性 说话有磁性的声音 有神秘感 有感觉美 有音乐性 有直觉 有境界 有底蕴 有韧性 还要有精神的态度 还要有悟性 全新体验 自我期待 个别性 走极端 创造性 自由性 非此极彼的思维 还要有矛盾之间的对峙 所以这一切东西看起来非常的五花八门 有的时候西方人的思维形式都比较矛盾 好像一方面又很科学 很讲道理 很有理性 很有计划性 另一方面又很矛盾 又很胡闹 又很浪漫 形式很奇怪 所以西方文明正因为这两个矛盾性是根植在他们的文化根源当中的 所以它那个文化经常是文明经常走极端 有的时候走过场 走过场了以后再回过来 所以这个落点一直要到了近代 西方人才有所改变 西方文明的发展经常有一种给了一种断裂的感觉 所谓断裂就是前一种文明和后一种文明身上很不一样 你比如说古代的希腊 他强调这种个人精神 而到了罗马 强调国家精神 中世纪强调基督教了 但一会儿文艺复兴强调能性的发泄 理性时代出现了工业革命 那么工业化 科学化一直到现代 二十世纪以后的后现代又显得不一样 好像是一个接着一个挑战 一个类型再代替另一个类型 这样一种过渡的方式也很应该引起东方人的重视 那么什么时候西方衰落了呢 我们说西方在中世纪衰落了 罗马帝国公元470年就崩溃了 以后就衰落了 出现了乱世 出现了一千年的乱世 表现为愚昧 腐败 贫穷 战争 落后 饥饿 迷信 以及社会上民众普遍出现一种悲观情绪 西方混乱的局面出现过好几次 一是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 出现了一段乱世 另一次在1348年 欧洲黑死病流行 那么也出现一个乱世 从罗马帝国崩溃 一直到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 欧洲基本的面貌是文化落后 武力盛行 经济上既贫既落 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么一些情况 我们大致感到 文化和文化是不一样的 欧洲文化有各自的一些特点 那么我们说古代是不错 但中世纪的欧洲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 那么落后的标志 就是愚昧 腐败 贫穷 战争 饥饿 迷信 那么那样一些情况 就给我们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叫做乱世 乱世这个词怎么呢 乱世就是说那个地方不得安宁 经常出现战争 出现紊乱 那么乱世不仅仅是表面上的 它也会反映在制度上 制度上出现危机 就叫做文明危机 或者叫做结构危机 一个事情一旦进入结构危机 那就可以说那个制度要 濒临 崩溃了 那个制度的崩溃有四个特点 第一就是指挥不动 一旦进入了结构危机 各个零部件就和整体脱节 不能再形成一个结构 这是指挥不动 第二个就是危机的普遍性 各个层面上都爆发了危机 你比如说 那个欧洲向进入过渡的时候呢 实际上各个制度上都爆发了危机 文化上出现了文艺复兴 宗教上出现了宗教改革 经济上出现了资本主义 那个政府制度上出现了新君主制 那么领主附庸制就破除了 所以我们看这种危机都叫做结构性危机 第三个特点是那种危机一旦产生了 它就没有办法复原了 就是无法医治的危机 假如一个东西 你过了一段时间 危机过去了 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那叫做可以恢复的危机 但是欧洲爆发危机的时候 它不能恢复到原来状况 你比如说你原来的那个领主附庸制度 后来就变成了雇佣君制度 再比如说你的农奴制度 后来就变成租地农民制度 那个领主就变成了地主 所以我们说它就出现了第四个特点 就是结构危机导致了一个社会 背离了它原来的基本原则 比方说欧洲是个封建社会 它有一些基本原则 比方说领主政治 封建格局 比如说那个农奴制度 状元制度 农奴制度 领主制度 这一些都是它基本原则 但是危机以来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说 在1348年以后 欧洲所爆发的那一种社会危机 应该说是一种结构性的危机 或者文明危机 那么这样一种危机 一来就说明 整个制度都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 这种乱世不是一般性的乱世 而是整个制度 整个结构都出现了大问题 1348年 欧洲爆发了黑死病 欧洲的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二 欧洲那个黑死病 还是天灾和人祸并行 比方说黑死病 瘟疫那是天灾 但却反映出 中世纪的医学非常落后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症 那个时候得起来反对 那些特别无能的医生 觉得那个用医无能 草建文明 中世纪的欧洲 还出现过很多禁语主义 人们不结婚 去当修女 去当修士 这也有一个现实的背景 就是在中世纪 那个妇产科医学特别落后 妇女生孩子 往往就要死亡 但是那个修道院也不是好进的 她要有钱才可以进 收费的 所以贵的妇女才能当修女 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 那个黑死病的危机 其实也是天灾 加上人祸 那么我们这么一看 我们就觉得中世纪欧洲的衰落 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 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危机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世纪欧洲落后呢 我们觉得它结构上的勾造就不太好 它有以下的十大缺点 第一个缺点 就是它没有稳定的政治持续 因为它封建格局 它没有稳定的政治持续 没有中央集权 第二 它没有一种目标 或者令人鼓舞的方针 它看不到希望 第三呢 它那个科学文化 长期脱离了现实 那个知识分子呢 走到教会里去了 然后整个文化呢 是搞得非常抽象 科技呢 搞得非常抽象 那么这种经验科学 还没有发展起来 那么也就是说呢 文化与人的需要相脱节 这就导致了整个社会 民众的悲观 第四个情况 是生产发展不起来 那当然就是长期的贫困落后 这有两大原因造成的 一个是罗马帝国崩溃 和满足用武力征服欧洲 对生产力的破坏很大 二是欧洲的封建主义 是一种军事性质的封建主义 庄园制度 农奴制度 骑士制度 领主附庸制度 都和打仗有关 都是军事制度 这种制度发展呢 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 导致欧洲长期的贫困和落后 第五个情况 欧洲搞军事封建主义 政府里没有知识分子的位置 这样呢 当然就无法建立起比较精致的 政府制度和政治统治 第六个情况 是宗教势力很强大 向来有两把剑之说 就是世俗的国王呢 他代表世俗之见 而那个宗教呢 代表精神之见 这样一来呢 宗教势力强大呢 就构成了教会对世俗权威 世俗政府的反动 第七个因素呢 是私家政治盛行 没有社会公正 没有公共利益 没有政府和臣民的关系 西方有种法律审判呢 叫做审判法 有罪无罪 要靠天意来裁决 审判法的盛行呢 并不是司法落后迷信的缘故 而是没有钱来办案 所以带了很多负面影响 政府不工作 不为社会服务 而只为自己服务 这叫做私家政治 然后呢 国家的一些职能 办教育啊 政灾啊 司法啊 社会安全啊 修乔普路啊 这样一些公益性的活动呢 做的实在太少了 那么第八个情况呢 在欧洲那个乱世里面呢 部落着乱 各个部落呢 成了一种分裂的势力 部落呢 形成了对中央政府的反动 第九个情况 就是文化上呢 没有凝聚力 各地之间没有文化认同感 相比较中国 中国文化很有凝聚力 欧洲却没有 基督教的纽带呢 只是一条松散的纽带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严格的等级制度 它限制了民中参政 限制了政治改革 西方的歧视呢 是分等级的 上次公爵 下次歧视浓怒 有一套很严格的等级制度 那么所有这样呢 都使我们感到 欧洲中世纪乱呢 主要是制度不好 是一种结构性的危机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谈一个问题 我们谈就这么落后的欧洲 又为什么对照向近代社会过渡呢 也是不是说话有矛盾呢 你说它落后 落后为什么对照过渡呢 那么在我们来进行这么解读的时候呢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学术的观点 那个布伦纳认为呢 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呢 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主要呢 是农民和地主进行斗争 但是他又反对 斗争可以推向资本主义 他认为阶级斗争呢 可以导致农村体制的变化 但不能推动双品经济的发展 所以呢 这是美国人布伦纳教授的观点 第二个人是德国人 那个德国人呢 叫弗兰克弗兰克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白银资本 他呢反对西方中心论 他认为中国的制度好 在那个明代以前呢 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他还认为中国在明代以前 是世界体系的中心 同时其实外国呢 是很落后的 而中国呢 是明清以后才落后的 在明朝之前 中国最强 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外国人呢 要花很多契礼 才能买一张到中国来的船票 这个白银呢 是从欧洲流到中国来的 而不是中国的白银呢 流到外国去 弗兰克的观点呢 告诉我们呢 中世纪的欧洲并不富裕 是处在比较糟糕的状况 第三个人呢 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叫希尔顿 希尔顿认为呢 黑死兵来的时候呢 对资本主义发展呢 起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希尔顿最有趣的一个观点 是他一方面承认 黑死兵前后 欧洲已经进入了 封建主义总危机 但是他又认为 在欧洲封建主义 出现总危机的时候呢 资本主义呢 并没有真正兴起 也就是他拉开了一个 封建主义衰落和资本主义 兴起之间的时间差 他认为封建主义 主要是由于自己的原因 走向崩溃的 那么在这样一来呢 以后才发展出资本主义 这三个人的观点呢 都相当有意思 他这个共同点呢 都是认为欧洲在向 近代社会过渡的时候 不是很富裕 尤其说是那个富裕的过渡 还不如说是穷过渡 那么尤其希尔顿的观点 希尔顿认为 欧洲这个封建制度 主义崩溃的时候 事实上资本主义 还不是很发达 这个对我们很有启发 过去有一种 想当然的想法 说欧洲为什么最早过渡呢 是因为欧洲有资本主义 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了 然后瓦解了农村的封建关系 这里有个因果论在里面 就是说资本主义先发展 然后呢瓦解了封建制度 这样呢 才向近代社会过渡 但是现在有人提出 那个黑死病前后 封建关系已经瓦解了 而那个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 这两个之间呢 有个时间差 那么事实上呢 1350年以后呢 那个欧洲黑死病以后呢 欧洲大概过了一百多年的衰退时期 那么文艺复兴啊 宗教改革啊 欧洲向近代过渡啊 都从衰退时期过去以后 才发展起来的 我们强调欧洲向近代这个过渡呢 一定是需要有一定的资源的 那在强调资源的时候 一方面呢 我们要看到 它那个资源呢 不是黑死病的时候就具有的 而是以后才积累起来的 而是我们要强调 向近代社会过渡的资源呢 不仅仅是指物质资源 经济资源 它是指综合国力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我们呢就可以感到呢 像欧洲 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背景 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复杂的背景的时候呢 我们呢就要讲一个很专门的名词 这个名词叫做过渡期 或者叫过渡期现象 我们从一种社会形态 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 叫做社会形态的转型 或者叫过渡 但是呢我们在历史上发现呢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有过渡期的过渡 另一种是没有过渡期的过渡 有过渡期的过渡呢 就是说在旧的形态和新的形态之间呢 有一个长达几百年的过渡期 有一些国家在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候呢 并没有出现这么长达几百年的过渡时期 比如欧洲向近代过渡 是属于有过渡期的过渡期的过渡 因为它有几百年的过渡时期 那么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欧洲呢经常出现过渡期现象 第一个过渡期是出现在公元476年 罗马帝国崩溃 一直到公元800年 查理曼帝国建成 为期呢有300多年 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呢 主宰欧洲的呢 是比较落后的恶曼人 制度不是很先进 所以呢 这个满族的对欧洲注入了它的野蛮性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呢 满族在征服欧洲的过程中呢 极大的破坏了生产力 这种情况使得公元476年 到公元800年之间呢 也就是查理大帝执政之前呢 欧洲一直处在比较混乱的状态 西方人过去把这段历史称为黑暗时期 而我们把它称为封建主义的产生时期 因为那个时候真正的封建制度呢 是要到查理曼大帝那时候呢 才是出现的 那么就是有一段时间 既不是古代又不是中世纪 既不是奴隶制又不是封建制 这是欧洲所出现的第一个过渡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